苏丹局势突变以后 首都喀吐木及多地武装冲突仍在持续 在苏丹特别是喀吐木地区 中国公民和机构面临较大安全风险 党中央高度重视在苏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在苏丹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 做出了重要指示 外交部会同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以及驻苏丹等国使馆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践行外交未明 夜以即日地开展工作 密切跟踪形式发展 制定各种工作方案 同在苏丹中国同胞保持密切联系 发布领事提醒 同苏丹有关方面密集沟通 千方百计地保护在苏丹1500多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安全 把党中央的真切关怀落到实处 目前喀吐木等地枪炮声不断 榴弹威胁较大 打砸抢案件增多 请在苏丹 尤其是喀吐木地区的中国公民 务必密切关注所在地安全形势 和驻苏丹使馆发布的通知信息 保持冷静 提高警惕 做好安全防范 有任何需求 及时联系使馆 使馆将全力以赴 予以协助